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这个物联网开发系列课程之 基于蓝牙车载信息采集 安全报警系统开发 我们这个项目的学习 好在前面的这个课程呢 给大家讲了我们前两个阶段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阶段 给大家对我们这个项目需要用到的这个软件 做了一个展示 以及给大家对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开发流程 做了一个介绍 在我们第二个阶段呢 主要就给大家分析了一下 我们这个项目要使用的一些关键技术 以及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重难点的一些分析 好我们这个重难点呢 实际上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蓝牙通信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传感器 我们这个PU605 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 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解算 好希望同学们通过前两个阶段的学习呢 首先要对我们这个项目呢 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啊 并且呢要熟悉我们一个完整的 一个项目 它的整个的开发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要去熟悉我们这个蓝牙的这个模块的一个使用 以及我们蓝牙的 去了解我们这个蓝牙的它的一些介绍啊 然后呢对我们这个传感器啊 我们这个NPO6050这个运动传感器呢 对于它这个数据的解算的这个酷啊 以及这个酷的一些API啊 要有一个了解啊 以及一个熟悉啊 因为大家写代码都要用到这些东西 好然后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第三个阶段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一个讲解 好在第三个阶段呢 大家看一下啊第三个阶段我们会学到这些东西 首先呢我们会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物联网杆子端啊 我们这个硬件设计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啊 这个呢大家了解就好啊 因为我们我们这个课程呢 主要是做这个嵌入式这个的软件设计啊 然后对于硬件呢 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呢 因为我们作为我们要学嵌入式 实际上呢我们我们要做到什么呢 我们要做到对硬件要熟悉它 我们要能看懂我们这个硬件的原理图 我们要看懂硬件的一个原理图啊 知道我们这个硬件的一个工作原理 然后呢对于软件呢 那么我们就要我们就要会写代码 会画这个软件的流程图 会理这个软件的框架 会给软件划分模块啊 最后能够啊还要进行 我们还要学会进行这个软件的一个调试 软件的连调 好那我们做签署开发呢 实际上就要求我们要有这些能力啊 好 然后呢我们会去学习 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软件的一个具体的设计与实现 这里面呢 会给大家重点讲一下 我们这个软件的分层 以及分模块的一个设计 这个单片机软件里面 好然后呢会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签署软件的一些调试方法 这里面呢会有些工程经验在里面 好然后最后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小节 以及我们去展望一下 我们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呢 还能去做哪些应用 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一个部分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我们第一个小节内容 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硬件设计 好 我们项目这个硬件设计及实现的简介先给大家讲一下 好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硬件的一个模块化设计啊 这个模块化设计呢 实际上大家经常都能听到啊 大家大家在做这个软件设计后经常就老师就要求大家把这个软件要分模块按模块来做设计 不要写的这个软件跟一锅周一样 实际上我们做硬件设计呢 也可以采用这个模块化来做设计 我们也可以采用模块化来设计 那么我们是怎么对硬件进行这个模块的一个划分的呢 实际上呢我们主要就是从这个功能上来对这个硬件模块划分 在我们一个典型的啊在我们一个典型的这个物联网感知端的这个设计里面呢 我们的这个硬件的模块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部分啊 首先就是电源啊 我们从输入啊到输出来讲 首先呢就是电源 因此我们可以把电源相关的一些东西划分到一个模块 实际上这个电源就包含了啊 我们的这个充电部分以及我们这个电瓶的转换 还有我们这个电瓶的转换 还有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要把这个接口给出来 给我们这个AD去检测我们这个电池电量啊 我们这个是电源是一个部分 然后呢 我们这个MCO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画成一个模块啊 因为这个MCO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处理啊 都要通过我们这个MCO来处理 因此呢我们可以把它划分成一个模块 然后呢我们 把这个对外的接口啊 根据不同的一个功能可以给它划分成一个模块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显示 LCD LCD的部分啊 以及我们这个LCD可能还会有些驱动芯片 或者呢 还会有一些它的一些背光的一些电路啊 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这个LCD这个模块里面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传感器啊 我们所有的Sensor 我们可以把它划分成一个模块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HC 我们把这个DHT11啊 我们这个温湿度传感器用 我们就用这个MPO6050 我们可以都把它放到传感器模块里面 还有什么呢 大家思考一下啊 还有存储对吧 存储的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到一个模块里面去 存储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些这个对输入输出的一些接口 比如说我们的LED 我们通过LED进行显示 以及我们的按键啊 一些小的输入输出接口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模块里面 好 我们整个的这个模块的这个划分呢 就这样子啊 然后具体到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是怎么去划分的呢 实际上呢 也是这样子的啊 我们在做这个电路图的设计的时候 也是把这个电源放一个模块 MCO放一个模块 按键LED放一个模块 存储器放一个模块 液晶屏呢 放一个模块 传感器放一个模块 实际上就这样子 我们做一个物联网设备开发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可以这样划分 然后如果还有其他的这个呢 我们可以按功能把它放在具体的一个模块里面去 这样子呢 就便于我们去看这个原理图 并且呢便于我们做PCB设计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电路板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按功能进行一个分区 并且可以按不同的一个频率进行一个分区 我们这个硬件的这个模块化这件事情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硬件的一个设计 以及加工流程啊 首先我们这个硬件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 现在最开始的这个阶段呢 我们是要去画我们的这个电路图 电路图 对我们做嵌入式这个软件开发呢 我们这个电路图呢 要能看懂啊 对我们的要求呢 就是能看懂 如果你能做设计当然就更好 啊 这样你就是一个符合性的一个人才 也可以去画板子 画电路图去设计这个原理图 然后呢 有了电路图以后啊 然后我们要去设计PCB PCB就是我们这个电路板 我们把它叫做硬质板 PCB它的外形呢 是由谁给我们的呢 是由我们的结构工程师给我们的 结构工程师要去设计产品的外观 以及我们这个产品内部的这个结构 因此呢 我们这个电路板啊 就要跟我们这个内部的结构相配合 因此我们这个结构工程师呢 会把我们这个电路板的这个形状啊给我们 然后呢 我们根据这个形状 我们来设计PCB的外形 然后我们再根据我们这个电路图啊 里面会对我们这个封装啊 一些封装信息呢 会给我们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片子呢 就通过这个封装信息呢 在我们的PCB上呢 进行一个排列 大家注意这个时候还有些高度要求啊 我们这个结构工程师在不同的分区上呢 会有一些高度要求 因此我们哪些芯片要放哪些位置呢 还是有讲究的 PCB这个设计完成以后呢 下面就给大家要讲到我们这个硬件是怎么去加工出来的 我们这个时候呢 会把这个PCB啊送到我们这个硬质版厂家 我们把它叫做硬质版厂家 硬质版厂家 硬质版厂家会去做什么事情呢 他会去开一个工程 他会去开一个工程 我们并且会把我们给硬质版厂家这个设计文件呢 放到这个工程里面去 然后他会把这个设计文件做些转换 转换成他可以去加工的一些格式 他的其他的一些设计格式 比如说Google这些格式 转换成这些格式以后呢 他就把我们的硬质版分层 分层 我们大家注意我们的硬质版是分几层分层的 而且呢都是双数啊 都是比如说双面板 四层板或者八层板 他会是一层一层去做这种加工 以前最老的技术就是腐蚀 把我们这个线路腐蚀出来 现在有很多新的一些比如激光这些加工的方法 他会一层一层的加工 加工完以后呢会进行一个压板 会把它这种把它压到一起 这个时候呢一个硬质版呢就加工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硬质版有了以后呢 我们还要把这个芯片啊 芯片焊接在我们这个板上 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电装 电装啊如果是简单的板子呢 我们手工都可以焊啊 如果是复杂的板子呢 比如带来BGA的啊这些板子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拿到我们的专门的电装厂家去进行焊接 他们有专门的这个机器 有专门的这个电装机器啊 贴片机器啊可以进行一个电装 电装完成以后呢我们这个电路板啊 我们这个电路板就加工出来了 好 最后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硬件的一个调试 好我们拿到这个电路板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是给这个板子上电嘛 当然第一件事情呢肯定就不是不是上电啊 上电是不准的啊拿到板子以后 第一个事情呢是要我们要去扯 首先啊实际第一件事情是要去跟我们这个结构对外行 看我们这个电路板的这个外形设计啊 以及我们这个焊了芯片以后 这些高度对我们这个结构是否有影响 是否能跟我们这个结构件匹配在一起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调板子啊 调板子呢也不是家电 调板子的第一件事情是打通断啊打通断 打通断以及打短路啊打短路 比如说我们要打几个测试角啊 我们这些电源的测试角 测试角以及我们这个IO 它的接出来的一些测试角 看有没有合地短路 如果电源合地短路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不能上电 上电就要烧板子啊 这个时候呢就要去检查是哪焊接有问题 或者是哪设计有问题 然后确定这个电源合地直接没有短路 以及我们外围的接口啊 没有短路以后呢这个时候才是上电 上电以后呢我们就要测试啊 首先从电源开始啊 输入端电源开始去测每一组电源的这个电压 看是否能达到我们这个要求 在确保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电压都是正确的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先尝试的可以去把程序下一下 下载一下程序看是否首先要确保是否能下程序 然后下了程序以后呢还要确保这个程序呢是否能正常运行 这个时候下的程序呢一般不是我们这个产品的程序啊 是个测试程序 这个测试程序呢会用来测试我们这个硬件的 它的MCU 以及我们这个MCU对外的一些接口 会对这些东西进行一个测试 好 整个这个调试流程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确保这个板子它的这个MCU 电源MCU以及这个外设都没有问题 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这个板子进行我们这个 实际的这个产品程序一个调试了 好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个替代的一个 应件就是我们这个开发板 为什么要讲开发板呢 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接到需求了 但是呢板子还没设计 因为产品的这个结构还没出来 而且这个结构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想去调我们这个软件 啊我们除了这个通过软仿帧功能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开发板去进行一个调试 好这个开发板呢 那么那么就有两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啊 就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去选这个开发板 选开发板第一点呢 首先啊就是你选的开发板 啊要和你使用这个MCU的型号是一样的 最好就是要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要最后开发这个MCU的型号 要和我们这个开发板是一样的 然后第二点呢 要选一个资源丰富一点的开发板 啊并且这些接口啊 这些资源呢实际上我指的就是对外的这些 接口啊连出来的一些对外的一些芯片 外外外接的一些芯片啊 我们这个MCU外接的芯片 要求资源丰富 然后呢最好就是要有串口 要有串口 最好能有这个LCD啊 简单一点的可能没法接LCD 那么也要有LED 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些灯来看一些状态 好资源要要求丰富啊 并且呢这个是硬件资源啊 然后软件资源呢也要丰富啊 软件资源也要丰富 就是说我们这个买来开发板以后 他能给我们尽可能提供多的一些这个实验代码 我们可以拿来做参考 以及我们这个一些文档啊 实际我实际上我们买开发板呢 我们最大想要的呢 不是他这个板子本身 而是他的一些这些文档 我们这些器件文档 我们他的以及他的一些开发文档 都是我们想要的 通过这些文档呢 我们实际上可以减少我们工作中很多的一些事情 好 这是我们这个选用开发板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然后呢我们在使用开发板要编程的时候呢 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实际上呢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些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 会用到的一些小技巧啊 第一点呢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编程的时候呢 都要去使用这个IO 都要对这个IO进行初始化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这个要用的这个IO 可能跟我就开发板上连着这个IO 可能跟我们实际 我们电路上的这个IO呢 可能会不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怎么处理呢 实际上我们就要充分的去利用这个红定义 红定义啊 通过红定义的定义 通过这个定义具体的这个功能来定义 我们要使用哪个IO 比如说我要定义一个液晶的一个时钟啊 那么把它把它叫做LCD CLK LCD CLK 然后这个Define啊 Define一个LCD CLK 然后呢 再把这个IO具体的啊 给它 然后这个时候呢 假设啊 我这个时候我要从开发板 把这个代码呢 移植到我的这个实际的电路板上呢 那么我们只需要去改红定义就可以了 那因此呢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编程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红定义 第二点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开发板 开发板和我们的这个实际的板子 我们不同的一些地方 在代码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专门放到一个 放到一个.c文件里面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 到时候我们把开发板的直接移植到 我们这个程序直接移植到我们这个电路板上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去关心我们这个.c文件就可以了 或者还有一些点一些头文件 我们可以把不同的地方 把它单独放在这个这些位置啊 这样子呢 也便于我们的一些移植 实际上呢 这些都是一些移植的技巧啊 大家呢 下来呢 在自己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还会发现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这个呢 希望 这个呢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呢 可以跟老师及同学们呢 进行一个交流 好 今天我们这个小节呢 就花了一点时间啊 不到20分钟 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 硬件设计的 它的一些 一些设计的一些方法 以及我们这个加工的一些方法 以及给他讲了我们 可以使用的一个替代硬件开发板 好 下一个小节呢 我们将将进入我们这个重点 我们这个软 项目的软件设计与实现 好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客户作业啊 我们这个客户作业呢 主要就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硬件的开发流程 为什么要去了解硬件的开发流程呢 因为我们 作为我们这个嵌入式感知端 我们这个 软件的这个开发人员啊 我们也要去 大概知道这个硬件开发流程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 以后呢 如果 朋友们想去创业的话 对这个硬件这个流程呢 肯定要清楚 大概知道我们这个硬件是怎么做出来的 如果呢 以后你能负责的一个项目 整个项目呢 那你对这个硬件的开发流程呢 也要很熟悉 这样子呢 大概就能掌握到我们这个硬件的开发 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思考一下 我们这个硬件设计之前呢 已经在这个开发板上设计了软件 那我们这个电路设计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啊 就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发板上已经把软件都做好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做硬件的时候呢 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给大家提醒一下啊 主要就是便于我们这个软件的这个可疑值 好 大家下来呢 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好 然后我们这个课呢 就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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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